在海中自由自在悠游 一旁更有泥墨围绕 这是艺人艾利克斯 李永贤月初跟儿子女儿出游的记录 但现在旅游行程得延后了 因为他们一家四口全确诊 经纪公司表示 艾利克斯25号周一时喉咙不舒服 就怕有什么状况 赶紧带太太跟小孩到医院PCR裁剪 结果四人都验出阳性确诊 27号展开居家隔离 现在只有偶尔有感冒症状 艾利克斯确诊后 相关采访邀约都先喊咖 工作也得先暂停 只是他在确诊前三天 才跟演艺圈好友碰面 四人一次排开 看起来很有架势 艾利克斯与佩珍、侯昌明、郑仲英 22号打高尔夫球 大家也紧急快筛 还好目前都是音信 松一口气 演艺圈不断有人确诊 女人我最大助理主持 徐凯夕 22号证实染疫 后来顺利快筛到第五天 结果已经仰转音 28号晚上开直播 让粉丝陪她过隔离生日 所以我平日几乎是一到五都要工作 然后六日可以放假 结果突然我被放了这个10天 我真的觉得好不习惯哦 徐凯夕说自己身体状况跟精神都不错 也透露一起在天才冲冲冲主持的徐乃琳 目前情形 我当时就是确诊后以后 我有跟他跟乃哥联络 然后乃哥也是跟我说 他真的觉得很像小感冒 然后也请大家不用担心 徐凯夕说自己没发烧 真的很幸运 也呼吁大家面对疫情 不用恐慌 确诊者更是没有任何错 期待康复后可以赶紧复工 TVBS为庄齐元寻听台被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